用传统的记忆烹饪过后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农家菜 一定会令你的食欲大增 味蕾大开 说了这么多有点饿 午饭 咱们就在他家吃 大碗装肉 大盘成菜 纯正的农家风情 让游客们见识了东北人 特有的热情和实在 北极村是祖国版图上 最北端的一个临江小村庄 只要来到北极村 你就比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更接近北极 北极村里的大部分场所和物件 也都于北沾边 最北的饭店 最北的学校 最北的供销社 甚至你不经意间走过的路 可能都是最北的一条村路 这个面积不算大 但装修很特别的最北邮局呢 应该说是北极村里面 人气最棒的地方之一 很多游客都会进入其中 在这买上几张明星片 写上几句问候的祝福 然后再把它投放到油桶里 就像我这样 把一份来自祖国最北端的祝福 从这儿寄给自己的家人或是朋友 想知道中国的最北端 究竟在哪吗 就在这儿 位于北极村内的中国北极点 大家看 北为53度 29分 因为站在这儿呢 你就真正地坐到了 面向南方 背朝北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对着远方大喊一声 我找到北了 如今北极村的北文化 北民俗 早已不是单纯的旅游资源 更多的已经融入到了当地人的生活中 北极村 因北而美丽 也因北而夺目 在亚布利南站下车 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微闻的雪山 湛凉的天空 和随风飘扬的雪花 都在告诉我们 这里是与喧嚣都市 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现在是来到了 阳光度假村滑雪场的儿童区 刚过午饭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小朋友都已经 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雪场上 没错 多年了 很多人呢 带着家人 孩子 邀上几个朋友 来到亚布利呢 好好地放松一下心情 喜欢滑雪吗 喜欢滑雪 孩子们玩得不一冷呼 大人们也是 调动起了全身的日龙细胞 在雪道上尽情地驰骋 这个搜飞真的很好 对啊 这场地也很好 然后 也应该到这地下 从来没有滑过水 那还往还往 以后还回来 体验了滑雪的速度与激情 能铺防防满脚步 在雪压质疼的松鼠旁 驻足片刻 亚布利南站呢 可以说是真的真的寒冷 但是这里呢 冷也冷的时间 尤其是在山顶上 可以一边感受着高山滑雪的地景 一边欣赏着这里冬日的极致美景 一方护子梅花山滑雪园呢 紧收眼底 或是高大青春上的浮宿雪球 也在随风的飘动着 虽然说这个地方天寒地冻了 感觉非常冷 但是见到这么美的景色 能够享受这么好的运动 我觉得不须此事 在依春梅花山滑雪场 滑雪爱好者们也在雪道上重情驰骋 体验征服林海雪园的好情 来了觉得天气特别冷 然后这风景也特别美 然后滑起来特别刺激 摔了好几颗梗头 然后觉得这挺好玩的 看来感觉挺刺激 风花花吹 还夏点小雪 还挺有趣的 叶木降临 在依春市的黎明河上 一朵朵花灯悄然亮起 上百盏大红的灯笼 在冬夜里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营造了浓浓的年味 你们一直在买了一个蛇 在一个图案里面的张相 对 因为今年是蛇年 想图个吉利 然后今年跟蛇合影 希望在蛇年里顺顺利利 一反复顺 这些灯笼都是由普通市民制作的 灯笼上祝福的话语 代表了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的祝愿 这些灯展将持续到正月十五 期间还会举办菜灯笼 冰灯制作等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 让广大市民党 在春节期间 能够玩得开心 玩出体味过年的一点 更好的韵味 在一村梅花山状的冰屋里 掀开厚重的门帘 火锅的香气扑面而来 再用冰制作的小屋里 吃上一顿热腾腾的火锅 这样的年夜饭让人会味道去 非常的爽 虽然说在外面看什么 书就寒点 但是在屋里挺暖的 心里挺暖的 心里挺暖的 现在能够吃锅里 冒吹的热起来的 感觉气氛特别好 欢迎来到我的冰雪小屋 谁说赏冰玩雪只能在户外 在这个完全由冰雪打造的小屋里 你同样可以感受到 现在在房顶上 我可以看到 上面是过真价值的过的小冰锥 现在屋里的继续气氛 只有零下六七度左右 而且大家看 这个床是用货针驾驶的冰座的 怎么样 这样的床 您敢尝试吗 我说要是两分钟吧 还小 这床一小 哎呦我的妈 不敢想象了 确实挺有创意 外国人也有挺多 住民物体验的感觉 现在的黑龙江省也有了 这感觉不错 真不错 真挺好 平坚全国最高的森林覆盖率 于是一春也有了中国林多之城 在这儿啊能被称为第一的还有空气中复氧离子的含量 我们在这儿吸收到的复氧离子含量是城市中的几百倍身体上经费 所以来到林多一春 您不要急着先去看那些美景 而是大口的呼吸 让自己的心肺得到一个涨点的大清晰 一春森林中的复氧离子含量是每立方厘米三万到五万个 森林的新香 纯净的空气都让人体会到难得的宁静 脚踩在落满白雪的战套上 漫步于上百年树林的古树中 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像是在向人们讲述一个古妙的故事 两个树的方向你看见了吗 是相对的 好像两个人 对好像两个人在情侣前附身对望一样 所以说他们的名字叫望琴树 凑巧的是呢 他们两个树树树是一样大的 都在五百七十多年上 那么你看咱们摸一摸 来 摸一摸树树 既然爱呢 不吵架 朋友更可敬 好 这种神奇的美少 我们当地一个说法 沿着生物公里长的红星富尔滨河岸两岸望去 树木飞双带雪 银路成双 广乎一朵朵穷花翘然地盛开 白色呢也给这个冬日里的树木 蒙上了一层温柔的色彩 大家看我在外面戴上一会儿啊 现在这个头发两侧也蒙上了一层薄头的霜 好像要融入到这个白色的世界当中了 那现在呢 伴随着耳边缠缠地流水 早晨的薄雾还没有完全地散去 冬日的朝阳正在缓缓地升起 加上河岸两旁一层一层白色的雾松林 形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丹青画 静谧甜静 灵动自然 这就是冬日的库尔滨给人的第一感觉 当地有先看护 尘看卦 带到近无赏落花的说法 随着太阳的点点升起 白色的树梢被朝阳染成了粉红色 白山黑水 鸟鸟青烟 只有真正来到这里的人 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子神功 过去这里只是一个小床床 2011年 一位摄影家发现了这里 并发表了一组雾松的照片 从此库尔滨河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整个树真的就是像李卓诗里面说的 那个银庄素朵很特别的美 一转再百万千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每年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时光 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寒冷 同时也恩赐了来自自然的礼物 那就是冰雪 冰雪并没有阻挡人们对运动的渴望 反而给热爱运动的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和冰雪并没有阻挡人 vibrating 经营冰面上的竞争 永远是利于美的结合 又有谁能说花的美丽只能绽放在夏日呢 在冰面上同样可以盛开吗 斗力更要斗智 他们是在冰上滑行的绅士疏女 相较于冰上运动 雪上运动少了一些闲静细腻 多了几分打开打合 借助冰雪 他们瞬间摆脱了地心引力 在空中翱翔 回到地面里 他们依然是寒冷冬的宠儿 无论在室内在室外 在冰上在雪上 他们或狂野奔放 或田净娴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是冰雪运动中的猎人 是舞者 是勇士 冰雪上的精灵 好 有护书宝甜睡 更长 更宽 全方位立体吸收 一整夜不怕漏 感觉 甘爽捷径 今天的精彩 我准备好了 护书宝甜睡系列 绵绵上市 将中排键味消食片 吃多了肚子胀 饭后 嚼一嚼 吃油了不消化 饭后 嚼一嚼 肚子胀不消化 家中常备 将中排键味消食片 饭后 嚼一嚼 翻身再多 也能整碗干爽